大家好 我是文卫 最近政治局部开了一个会 然后谈到中国的经济 其中有一句话 引起了外界的高度的重视 什么话呢 就是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 供修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但是所谓的重大变化 其实也好理解 就是没有多少人买房子了 房子卖不出去了 就这么个意思 大家这么里面 我觉得就可以 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些什么方法 比如说事实调整 优化房地产政策 因成失策 用好政策工具箱 更好满足居民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等等 就这样的一个会开完了 然后提到了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然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是我们看到 就住建部的部长 他叫霓虹 在企业做谈会上 他就强调 他提出了三个方式 来刺激中国的房地产 第一个是什么 进一步落实好 降低购买手套 住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就是以前 降低首付这个事情 包括贷款利率 降低贷款利率 这个事情已经 他们才用过很多次这样的方法 但是他们现在进一步降低 你看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心里 也得有多着急 然后是改善性住房 换购税费减免 就是比如说你以前住一个小房子 现在你要换一个大房子 然后这样就改善换购 你的一些相应的税费有可能会被减少或者是免除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是个人住房贷款 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措施 认房不用认贷是什么意思 它也是针对首套住房的认定标准 就是什么 认房就是你比如说你已经有了一套房 知道你有一套房 你再买一套房 就不是首付 就不是第一套房了 就是第二套房了 对不对 那么以前的话 他认贷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前你贷款买过房子 他们银行肯定有记录 你贷款买过房子 就即便是你把这个房子卖了 或者贷款已经花了 但是你有贷款记录 你再买房子 他也认定你这是第二套房子 不是第一套房子 虽然你手里现在没有房子 那么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不用认贷了 就是简单讲 只要你现在手里没有房子 不管你以前买不买过 贷没贷过款 你现在再买房子 你手里不没有房子 那你再买就是第一套 那作为第一套的话 他就可以降低你的首付比例 和降低你的贷款利率 总之大家政策就是什么 让大家赶紧买房子 给你提供这样的政策 然后霓虹说完这些话以后 我们看到后续发生的事 这个事情反正都是在 时间先后 我没有确认 但基本上都是在一起 比如说25号这一天 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又发了一个支持协调发展 税费优惠政策指引 发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然后他这里面涉及到 房地产领域的税费的优惠 高达数十条 引发了很多的关注 当然他这些 就是说关于房地产的 这些税费的优惠 并不是说政治局这边一开会 他就马上就制定出来了 不是这个 他这以前就可能就有 他只不过把它整理出来了 整理出来以后 重新让大家看到 就说你们现在买房子 是会有这些优惠的 赶紧买房子吧 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知道吧 然后到了29号 昨天晚上 北京市驻建委就表态了 讲认真学习 领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按照霓虹部长 在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 大力支持和更好满足 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等等 就是一系列的事情 从中央到地方 到部级的单位 包括到这个 就是国家税务总局 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希望能够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希望能够中国的房地产 重新能够变得好一些吧 这样的状况 但是呢 大家觉得呢 我觉得这基本上就起不到什么 这个太好的这个效果 你知道吧 然后呢 就是今天刚才 刚刚在推特里面看到一个消息 是一个推特里面很著名的 一个财经博主 他发的一个消息 就是取悦楼市成交量整体呢 同环比均下降 然后他给出数据 一线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40.5% 就是广州上海环比均降幅显著 然后呢 大家看这个数据 二线整体环比下降了55.4% 下降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温州这个降幅显著达到了67.1% 就是这个是7月份 大家看一看吧 然后呢 就是还看到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吧 它可能不具备普遍性吗 但是也可以拿着大家听一听 就你可以看整个目前中国楼市 都到了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说这个上海有一条消息 它就是有上海有一套豪宅 以前售价是2.7亿人民币 但是现在呢 就是挂牌不到 都已经价格已经不到1亿了 但是也没有人去问 是这么一个状况 知道吗 就是整体楼市啊 已经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可怕 下滑速度是相当快 所以说中央也感受到这一点 他们想通过这些政策 看看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 刚才我说了那么多 大家感觉好像有这政策好像很多呀 这好像是这个力度很大呀 但大家也没有发现一些问题呀 这什么问题呢 就他这里没有提到房价呀 对吧 最关键的是反正在把房屋价格降下来 就像以前大家看的那个笑话 大家一看都笑 就是比如有一个人到医院里面去抢救 这个不同的大夫 不同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应该这么弄 我们应该那么弄 大家说了那么多 就是没有人说 你把他这个掐出他脖子那个手给松开 不就没事了吗 是不是 就没有人说这个话 就大家觉得特别特别的搞笑 现在这个房地产不也是一样吗 你让大家把房价降下来不就完了吗 你就不要去限制这个价格 对不对 也不要去限购 就让大家随意自由的去买卖流通 不就行了吗 但他不敢提这个事 确实是不敢提 因为这个涉及到太多太多的因素 对吧 你整个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包括银行的系统风险 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整体的影响会非常大 但是你这个房价不让他降下来 他就整体上全都给冻结住了 全部都给堵住了 对不对 现在大家手里都没有钱 对不对 你说你降低首付 那大家现在都不傻 我看到中国国内社交媒体 说的太多了 你降低首付 对不对 你最终反而交的利息更多 因为你本 你贷款的量会更多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房地产 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而且这里面 我还要强调一点 现在 比如刚才我不提到 说你不降低 就是你不让降价这个问题 现在哪怕是你放开价格 就让这个房子 就是降价 让房子贬值 你让它去销售 让它去进行交易 估计也没有多少人买房子了 咱就这么说吧 比如上海的房子 比如以前正常 一千万一套的房子 你现在让它卖到 两百万 三百万 有没有人买 可能很多人想买 我觉得 心里面 这一千万的房子 上海 这个大上海 降到两百万 三百万了 他可能想买 但是兜里没钱 有几个人兜里 能掏得出钱 是不是 怎么买 你说其他地方的那些 就是说 二三线城市 那些房子 真的不值钱 你说以前可能 卖两三百万的房子 现在卖个七八十万 大家也都不买 整体上 大家都已经形成了 这样的一种 共同的 非常坚定的 非常强大的 这样的一种过程 就是不买 就等着你降 而且有些房子 想买 也没有钱 所以说 不论你 你这个政府 推出什么样的政策 这都是徒劳 但是从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中央政府 它内心的一种焦虑 与着急 对吧 整体上 这个房地产 一旦出问题 那它引起的 一系列的反应 简直太剧烈了 比如首当其中 就是地方财政 这个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地方财政 他们现在已经穷到什么程度了 没钱了 然后 包括像很多房地产企业 恒大 什么碧桂尔 万达等等 这一系列的企业 现在苦苦的支撑 过每一天都非常不容易 你说房子卖不去怎么办 就这些企业 一旦垮了以后 恒大自己就2点 将近2.5万亿的债务 对吧 引起的一系列的这种问题 金融风险 金融海啸 就是你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 就在旁边旁观 来看这个事情都是这样 但是北京可能真的是要支撑不住了 下半年我慢慢看 这个情况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总之是一定会非常不乐观的 而且它真正开始垮的时候 那个冲击波也可能会超出大家的想象 整体的这一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